本節目內容僅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消滅、開幕、開幕、禁止 經沈選手 trzy声 свид�ested 閉嘴 歡迎來到知法辦法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這位 Eliza 司徒特斯 今天帶我們來威風 這裡後面就是遊艇會來的 我們在咪前也要說是你帶我們來威風 還有就是遊艇是翁拜我們台獎 是嗎? 今天就是風和日麗 這個真是加州才有的風景 雖然吹到頭髮都覺得很值得 可以的 剛才我們吃東西都不錯的東西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不貴的東西 不貴 絕對便宜 還有律師請我們 是 有我在這裡說一些比較奇怪 或者比較特別的題目 剛才咪後講過 原來有一件事叫做 domestic partner 在這個世界 是呀 承接上幾集我們說離婚 是結婚才會離婚 是嗎? 是 但不結婚有沒有分產 在加州 是有的 所謂domestic partner 剛才我們經常說 註冊 通常說註冊結婚 加州有一件事叫做註冊成為partner 是呀 叫做你去 其實我都不清楚 我幫你下一集查一下 究竟去哪裏登記 是有得登記的 就是我們是到 master partner 但我們不是夫妻 但這是很少人登記 因為你不登記 這個可以雙性 可以同性 什麼性都可以 因為加州已經同性分一合法化 當然到master partner 我都不會理你 但如果你是沒有一個登記的指章 我們叫做common law 即是說結婚要有紙張才結婚 但沒有紙張的結婚就是這種 common law marriage 我們叫做 加州叫做master partner 即是他註冊了就沒有證書 有個登記的 有個登記 同居的伴侶 其實同居伴侶 有註冊 有註冊 但很少人註冊 但其實有些人想 譬如說 我有一個舊秘書 他跟他的老公 他跟他的老公 同居了18年 但上兩個月他老公已經走了 他真的很可惜 他的事他分不到 因為原來他跟前妻 前妻 前妻是沒有離婚的 原因就是他不想 因為他在AT&T做得很高級的 我講完 AT&T又怎知這個 AT&T做得很高級 因為他pension很多 他不想分一半給他老婆 一直不來 其實到他死那天 他都會一半分給他老婆 那我舊秘書怎麼算 我曾經advise他就是 你應該跟法庭提出 你是已經18年的 Domastic Partner 水電費在一起 主要在一起 交租在一起 一起做生意 那裡面有些事情 他都應該分回 那現在看看他 他會不會分回 那即是他已經 同居18年的 Domastic Partner 但那些不是等於 承認雙重分 不是 只是他跟他實質有這樣的 人家說有名無實 有名有實 其實他是有實無名 所以夫妻都可以分的 那這樣就產生了好幾個問題 立刻在我的頭上 好 首先 Domastic Partner 要分他那副身家的母親 是什麼 首先 同居了幾年 或者是要證明我們 給了些什麼 這些其實沒有什麼 是按理來說 你有得花幾年 其實我知道是五年左右 就有幾個穩固 兩三年都未必 看你們共同建立了什麼 或者大家都有租一間屋 這樣有什麼建立呢 嗯 如果你們共同 例如我的舊秘書 他是有生意的 一齊 那生意怎麼切割呢 是不是要給前妻 一定給他呢 可能回到中國 整個生意你前妻沒有說 那不如就分給這個女人 都有機會 我不說一定會這樣分 有機會 因為前妻沒有參與過 實際在衣食住行的證明太多了 他們有很多生活照 有租屋一齊的租養 有開戶口 全部都是夫妻 但他們沒有一張婚姻證書 那就是叫做公共同 但是他們要證明 他要付出了一半 那些租我又交了一半 那些水電煤我又交了一半 那些水電煤我又交了一半 是吧 這個是一個批評的 那如果他有人想反駁 那他就反駁他 但是他們兩個一起吃一起睡 那十八年了 那些公共共同 說你都不相信 當然是有事公共用的 好 那另外來講 那這個 Domestic Partner 是不是住了賊就好過沒有住賊 不是 一樣的 不是差很遠 其實他今天看你多久 如果你就算住了一年 他都沒有什麼分給你的 分恩都是 分恩兩三年都沒有了分 各自覺你們拜拜 什麼都是你看多長 累積的多久是分的 加州很liberal 加州是沒有分子 他都要給你一些 equity 所以你回來有沒有限制 我這樣說 或者這個 加州的分析法 即是離婚後中間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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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情況 那不是我舊秘書這樣 那這個情況 而他們兩個女人 又會知道有對方存在 一定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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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就說了 一個老公說了 跟他前妻沒有了關係 就是跟這個 他前妻就是 我當我現任了一個老婆 我又色色了 那個妻女 挺開心的 就是這樣 接著我做什麼 結婚呢 他說得很對 因為我也是馬上想到 這個問題 再說一次 我不明白 跟老婆 大婆 就是註冊結婚 對 跟二奶三奶四奶 就是註冊拍檔 到了我瓜柴的時候 他們是按比例的分 還是按大小的分 我們的婚姻法 是絕對不容許 敗遊戲的 但問題是 外面勾幾條女 這個其實只不過是 你喜歡的 那你跟一條女都住五年 那不是 一百年都住 跟那些女兒住 那可能 你有沒有可能 如果你的生活 是跟外面五條女 到處睡覺 這不是Domestic Partner 沒有什麼分的 你是跟她 好像夫妻那樣 但有一件事 最牽涉到一個法例的名詞 叫Putative Spouser Putative Spouser Putative Spouser 就是Putative Spouser 什麼叫Putative Spouser 就是我跟你一起 甚至我嫁給你 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在外國 是有一段婚姻 或者是在外國 在外國結了婚 那時候我是無辜的 但當我一知道 我就不再是一個Putative Spouser 我的婚姻就沒有下落 但你知不知道 看你知不知道 但我現在講的是 你現在講的是另一個女人 他怎樣舉證自己 知不知道 又或者怎樣知道 又假裝不知道 真的假裝不知道 知道假裝不知道 就沒有人知道 但如果 知道假裝不知道 就沒有人知道 但好像我的舊秘書 18年都在一起 他怎會不知道 他的前妻未結婚 未未離婚 即是沒什麼能 因為他們兩個 是沒有結婚證書的 但是容許的 他不是容許的 他沒有跟她回去 跟她做夫妻的事 他是跟我的舊秘書的夫妻 即是 那變成這個舊秘書 是兒子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可以說是兒子 但問題是 他跟她一對一 這樣生活了18年 反而跟前妻 已經在女兒十幾歲時候 分開了 女兒後來都變成30歲 只要1歲 這樣就31歲 中間十幾年 那中間十幾年 就是這樣做 即是沒有女朋友 有個女朋友 我就不可以了 他是紙張上有老婆 但他沒有回去跟她生活 反而是跟我舊秘書 分開 那如果這個情況 那老婆 就沒有履行做老婆的事 那到最後老婆 會不會分開 當然有 他紙張上永遠夫婦 他都有分一半 但我現在勸於我的舊秘書 就說 你既然同居18年 你有些事情 你要分開 譬如他生意一半 你不應該給他老婆 即是他的生意一半 不應該給他老婆 你應該全部一半拿回來 因為是你兩個生爺的 那這個我相信他的勝算很高 其他的 譬如他有什麼資產 Pension 他不是AT&T的公司 都沒有Pension Pension是甚麼 Pension是這個長逢 長逢 那些其實 他應該去Position 拿回多少 其實婚姻法 是一個間尺來的 Timeline rule 他吸進去 婚姻中間 好了 他跟他老婆的婚姻 從那裏去到這裏這麼長 但中間原來有一大結 根本就不跟你住 也沒有跟你是夫妻 是紙張夫妻 他都要分辨 裁判在這個時刻 拿些什麼 拿多少給他 所以他就官判 那這個事件 一定要他 對於大法 沒有離行到 所謂實體夫妻的 不是 只要他婚姻子 他坐在這裏甚麼都可以分辨 那譬如現在我還有個老婆 我們出外人偷食 如果她的時間是搭載的 是的 他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欺騙 如果你是欺騙老婆 你欺騙老婆 你欺騙老婆 但是這樣就是 不是欺騙 我們現在不是說 我們說他的婚姻法 是沒道德的 這問題是我在講時間 你既然瞞著你老婆才回家 你試試住 那你怎麽要形成一個合作夥伴和這個情婦呢 如果你是情婦 好像我舊秘書 她不是情婦 現在是她老婆已經18年住在一起 她和那個老婆 反而是大家已經協議分開 現在不離婚 但在紫章上 現在那個人死了 她的東西 如果照紫章這樣去分為產 她是沒有信任的 她是要去法庭迫避的 她就會一半馬上賜給她老婆 因為我還沒輸出來了 不是喔 我18年都和她同場同枕 而且我還和她奮鬥了這些事業 那是不是應該要避開呢 她只有一個 她只有一個 和我還沒輸 她只是想和她分開 但位置很貴 我到時都不給我老婆 不如你不可以和她離婚住 那拖拖了18年 不是我突然間喜歡 這條女兒 有什麽不同的 不同 你知道我腦想什麽 其實你的腦想什麽都不要緊 你的腦想多dirty都不怕的 但你是法律容許的 法律容許 但你要用那把尺夠不夠時間 是否sufficient time 是否sufficient time 是否sufficient time 即是否 譬如你和誰結婚 但你這個domestic partner 是否 時間這麽充足在一起 而不是你是否要追求女兒 舉個例 舉個例 和老婆 你經常想追求女兒 不關事的 我只是她 你追求100條也可以 和老婆 頭過了10年 然後跟著已經沒有感情 但是就因爲pension這個問題 沒有零分 跟著跟秘書20年 跟那個秘書20年 其實 是的 但是就沒有註冊 沒有註冊 但是這個秘書就有付出 老婆就沒有付出 他每年他爸爸吃飯都請我們吃的 他老公在那裡埋單 那他就是老公老婆 不過沒有婚姻子 是 那做了最後分的時候 是不是老婆分三分一 他分三分二 那他沒發法庭 剛剛過世了 但是我相信法庭 他立刻看資料 這個老婆一半 但是阿秘書就出來說 我們有這麽多證據 18年 我們有這麽多生活照 租約 我們搬過三次屋 我們開過這些公司一起名 那法庭就去看 哇原來是 這麽是正確的 公平度在哪裏 那對這個女人是不公平的 這個女人跟他共同生活 他都可以分一些給他 可能不是一半 可能是小伙一半 可能多個不知道 分給他 那麽如果 就是將他分給老婆 老婆 老婆才是跌張婚姻 有些人婚姻打停 打五六七年 八年九年 他現在八年還是老公老婆 他正式整個 離婚的判決下來 才不是老公老婆 那就是這樣 你經常想 就是要交幾個女人 是不要緊的 你交這麼多個女人 就沒有人要批評到女人 因為沒有一個人 跟你生活夠份量 到要批評你的拍檔 會不會真的技術做到呢 每個女人一起在這裏五年 中間的時間線沒有重點 那意思是 意思是 你這兩個人同一屋蟬下 同一屋蟬下 同居五年 然後又同另一個同居五年 可以 然後到他去死 那就是 那就是 你看時間的充滿 還有你共同擁有些什麼 現在不是講感情 你共同擁有些什麼 現在講金 現在講金 你只是單純租屋 那可以分什麼 分租藥嗎 沒有分 但好像我哥哥的舊秘書 有個好處 就是他們共同奮鬥了一個事業 一個recycling事業 那就是office 有帳簿有成的 那你跟他去分 那如果他不說 他老婆你要拿一半 會來拿他的一半 但是他不讓他拿 而且他想claim 他老婆都會拿到D 怎樣都會 我相信我 會不會像無線的劇集 那樣 他老婆拿了D 然後在外面陰D 做了大股東 然後有一天 突然在開會 走來坐了主席會 如果他願意給他 主席位 如果他那間公司 如果他坐在哪裏 我很相信法庭要用公平來計 就是會這樣分很多美國的兩黨 因為他沒有參與過我 我覺得 我的經驗 我覺得 那我法庭點票 我控制不了 以你的經驗 在加州這些案例 贏面大不大 沒有註冊的 都說看你究竟有多少的東西 是你們共同share的 如果越多 他就越應該要平均分的 就是不可以 給有另外的人去 去把你們分 如果他們一按substantial 那麼多 那麼多基礎 你就要你們兩個分 或者多不少三次給你 那他可以給他子女 是不是老婆 而是子女 就當成計 成計 成計是老婆 是成計是老婆 老婆也是成計 就是合法的妻子 反過來講 假如這一對 沒有註冊的同居男女 十八年 他們不是一起奮鬥一個事業 他們不是一起奮鬥一個事業 但是 這一個同居女友 是照顧她的起居任性 這樣算不算 都可以 跟錢無關 但是跟心力有關 其實他可以拿回一些 某一些的reinvestment 即是他已經出了那麼多力量 我想在那裡拿回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因為對他來說是不公平的 但他申請 他不正確的 法庭不會理你的 因為你沒有紙張 是啊 但你上法庭申請 你present這麼多evidence 他真的不多不少會給你的 這個我沒叫做過 但我看過案例是這樣 對嗎 很少到master partner 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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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有他的道理 他不是貪 因為這個案例就是 你的前妻可能拿了那一半 他踏進來 會影響他自己的事業 因為他們是一起奔鬥 可以這麼說 還有他 還有一件事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 上次說是Van Camp 和Perriera 即是那些事業離婚 之後是短婚 但現在他不是離婚 他說那個master partner 死了 那他就不會apply to the rule 那你就變了裡面 其實是另一個原因 那個官會看的就是 那個resulting business 是我舊被孫才認識的 他老公是不認識的 他老公後期才可以 即是他還是做妝 是的 如果他進來說 我老公要分一半 我相信法庭不會這樣分 或者分好少給他 明白 因為你這樣不公平 一切都是公平 好了 又學到東西了 原來加州有些 domestic partner 原來你們真的不知道 domestic partner 我經常聽到domestic partner 這個詞 我就以為同性戀 同性戀結不到分的那些 有些人說 domestic helper 會不會是domestic partner 可以登記的 domestic helper 也可以變成domestic partner 大部分會 有些個案 不過這些是香港 美國的幫助 好了 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來不同的地方 下次再去找其他海邊 山邊也可以 山邊也可以 什麼邊也可以 山邊、北邊也可以 下次再談 拜拜 Ans mài 下班 尾聯律師事務所 偵辦國內移民庇護 婚姻 綠卡工商車禍破產減債離婚 有超過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經驗 Roseby 6267827738 想三五知己良憑共聚嗎 那就不要錯過來臨印地安小酒坊 印地安小酒坊願意重新開幕 內有各式小菜、台式懷舊小吃 燒烤類和各類酒水飲品 地址是盛蓋博士633SOUTH 聖基表波羅華門牌105號 歡迎舊雨新枝來臨 本節目是由完美店Montry Park總店 聖基表分店特約贊助 你好,完美店外賣服務平台 請問你今天想吃嗎 完美店開設了外賣服務平台 每日準時為大家接聽外賣電話 只要你撥打外賣熱線號碼 626-766-7377 聽到這一把這麼熟悉的聲音 快點打電話來吧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賣熱線電話 626-766-7377 DFC2GO,去到哪裏送到哪裏 雖然最近樓市和利率都有明顯的改變 但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3-5% 即是說買50萬屋最少是萬元的頭款 買80萬屋最少也是4萬元的頭款就夠了 所以頭款不多不緊要 最緊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Pre-Approofal 這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 大家還有任何疑問歡迎直接跟我聯絡 我是街訊財務貸款的Steven蕭文龍 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我是TeamNam 如果大家對紅藍卡Medicare有任何疑問 歡迎你打電話來 626-379-1167 626-379-1167